如果你是從書裡面把它匯入進來 那它的版本不正確的話 我講過就是說你Android的版本 如果你是4.X的 你可以改成就是比如說他原來是4.42的 你可以降到4.22 沒有問題 而且有RUN起來 也不會有什麼狀況 OK 然後第一個按確定他就會 可以直接啊 如果你有光碟裡面的這個 那當然我建議你重新再做一遍會比較OK一些些 那我們來看一下 按右鍵之後呢 執行我剛剛有配置一下 那你如果配置過之後再執行過去的話 在我的手機上面就會可以看到 那我已經把它RUN起來 RUN在這個上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用全屏給各位看 OK那各位可以看的這是我的手機的畫面 那他第一個 這個按鈕按下去之後的話 他就可以自動抓到我的訊息 所以按一下 我現在的GPS 我現在的那個 有沒有 Location他就抓到了 25點 有沒有他取到小數點的第7位了 所以一般會取到第6位 這邊已經取到第7位 OK 所以這兩個數字之後的話 那後面旁邊的 會有一個按鈕 就是以經維度來查地址 就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Geocoder 他會幫我去比對 那不過比對的結果呢 會是一個List 會是一個清單 那只是說呢 我就取第1個的話 那把它調出來 所以這邊的話我把它按下去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就會去比對一下 這個地址在哪裡呢 重慶南路一段 141號 好準 對不對 所以他用WiFi 這個現在我們在室內 他一樣可以抓到還蠻精確的位置 另外的話 底下會有個按鈕 叫手機 定位功能設定 其實按下去他會跑到哪裡呢 他會跑到 這個設定的畫面 那當然如果你GPS沒打勾的話 可以用使用者讓他再去打勾 再來做設定 那Back回來 又可以看到 其實基本上功能就三個 一個是 取得現在的位置 按下去的話 他會去抓一下 那如果有GPS就抓GPS 沒GPS就抓WiFi 那再來去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查詢 這個GPS的位置 現在要改了 139 差一點 14139 差不了多少 好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該怎麼做 來看一下 其 首先的話 在相關的畫面 我也把它放上去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基本上 這個 介面部份 總共上面佈局 幾個東西 包含就是 上方的話 主要是這個 Editas Editas Editas有兩個 一個是 輸入尾度的部分 這名稱我叫 ET 這個 LED 這個Lan 就是Letitude 然後尾度 那這是精度 那當然上面要有預設的 有沒有 你會發現上面有那個 灰色的字 當你點擊就消失的話 那這個屬性叫做Hint 在那個 Hint屬性 這邊一個叫Hint 有沒有 Hint屬性呢 你可以預先在這上面打一些東西 當他點擊的時候會消失 有沒有 Hint 這個 如果你要灰色的訊息的話 有沒有發現 OK 那其他這個名稱的話 自己再把它變更 1 我這邊就給他 EDT LON OK 那底下兩個Button 那版面的話 我是用那個 橫向的 Linear Layout 所以上面的話 我用種一下 Linear Layout 兩個Button 一個叫 Button02 Button03 那一個TestView 顯示我們最後的地址 再一個Button1 在底下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 這個Button2 對應到的 他會有一個 方法 這個方法的話 名稱我叫做 Gate Location 那Gate Location 實際上就是上一個範例的 裡面主要的功能 就是去取得現在 這個provider 哪一個provider 是GPS還是 網路 他的位置在哪裡 取得 第二個的話 我們這邊有一個要 用經緯度查地址 那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程式裡面 應該算最 最複雜的就是這個地方 用經緯度去查 那我對應到的就是這個 OnClick的話 去 去找到那個一個方法 叫 OnQuery 去查詢 那再來就是一個setup 這裡下的話 對應到這個地方的話 對應到就是setup OK 好這個是介面設計 我想比較簡單 畫面我有把它傳上去 各位可以先參考一下 那再來的話 相關的 這個我想 程式部分呢 也不會太複雜 基本上呢就是前一題的延伸 那有比較不一樣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多一個這個東西 叫做 GEO Coder 這個類別 這個GEO Coder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它是屬於哪一個呢 它這個GEO Coder是在 Android裡面有一個 這個Location的這個套件裡面的一個叫GEO Coder 所以這裡面的話我們可以利用它 去幫我做什麼呢 做那個查詢地址的動作 它底下有相關說明 我想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它會回傳給我們一個List的清單 那當然一般我們去找到第一個就好了 所以其實 只要取得第一個的話 該怎麼做 不過它給我們一定是一個清單 所以你必須用一個List來接 如果你不是List來接 就沒辦法去接到 再來的話呢 底下我們宣告的部分多宣告這個 其他都一樣 OK 其他頂多就是宣告一個 AdTest Location 這個跟前一體一樣 再來連結 連結因為 只有一個Test View 另外 這個Test View要顯示那個地址的 那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AdTest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 Location Manager 這個前面也有了 那比較重要是這個GEO Coder 這個GEO Coder 你如果要去產生一個新的GEO Coder的話 New一個GEO Coder 後面一樣 要傳幾個 產生一個Context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Location Location的話呢 就是 你現在在哪裡 Location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Java裡面 Utile Location的 類別 去取得什麼呢 取得現在的預設Location在哪裡 就是目前的Location 也許它有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會儲存起來 如果沒有的話 預設就是零 就沒有訊息 OK 那再來的話 Unreven這個 跟剛剛一樣 就是去取得最好的那個 主要是New一個什麼 Criteria 就他自己會去找哪一個是最好的 OK Unposed的話就是為了什麼 為了省電嘛 如果你Unposed沒加 當然也沒關係 只是說會 一直耗電而已 那再來 UnlocationChange 做什麼 就是去取得Location 然後丟到哪裡呢 丟給MyLocate 這個物件 去把什麼呢 把現在的相關的經緯度 高度 速度 存起來 不過 這個地方我們只需要 經緯度而已 所以這裡面的話 你可以透過Location裡面的兩個方法 一個叫 GateLatitude Latitude的話就取得維度 Longitude的話就取得經度 OK 應該相反 跟接下來應該相反 應該是 常常搞 兩個Latitude Longitude 有時候會搞混 OK 那我們取了兩個數值之後的話 去把它怎麼樣呢 把它放在我們AdTest裡面 OK 那這個地方 比較會有問題的應該是 Unquiry的時候 我們要去查 那查的話呢 主要 應該是取得現在的經緯度之後 我剛剛講過說 我們如果要用那個什麼呢 利用Geocoder去幫我查的話 我們可以用什麼呢 Get FromLocation這個方法 那要傳給他什麼呢 傳給他這個經緯度的訊息 所以Latitude Longitude給他 最後面的話呢 有一個E E的意思是什麼呢 這邊看一下 我看一下這個應該是 Int的話 最後有沒有這個數字 Int是什麼 Must result 也就是說 最多你要回傳幾比的意思 那我們這邊給E的話 那就是查出來 因為 你Google地圖一查詢之後 他不是會 給你很多個結果 你可以去挑選 如果說你只是想要 最精確的那一個 你就下一個條件 是E 如果說你不是下E的話 你可以看看 你要幾個條件 再去比對 OK 或者你可以怎麼樣呢 列出一個清單 讓使用者選你到底在哪裡 也是可以的 OK OK 那把這個清單呢 放到這個List Address 這個 這個物件裡面 那我們就判斷 如果裡面是空的話 那表示什麼 無法取得地址資料 如果裡面有資料的話呢 再做什麼動作呢 再去抓到裡面最精確的那個 那精確的方法的話 就是用 這個 ADD的這個 裡面的 GET GET裡面的 ADDRESS 然後呢 把它寫 寫到一個什麼 一個Stream裡面 就可以取得現在的位置 那基本上只有一筆 所以 甚至根本 是不是可以不用跑回圈 直接GET回來就好 因為只有一個 那如果你有好多個的話 一個以上你就要跑回圈 它會有一個清單 你可以把它放在 List View裡面或哪裡 讓人家去挑選 因為如果你不確定說 它的地址是否正確的話 你要給一個清單 讓它去挑選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就抓一個 所以這裡的話 其實可以把那個抓出來就可以 這個I的話基本上就零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 不一定要跑回圈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呢 這邊有一個Tri Cache包覆 會丟回來一個Exception 會告訴你說 取得地址發生錯誤 並且告訴你那個Exception 到底是哪一個Exception 有問題 OK 那這裡的話 大概流程是這樣 那我也把那個畫面 也丟上去 所以各位可以在 雲端上面稍微找一下 我是把它分成兩個 已經有一個資料夾 叫做 GO Coder 那包含介面 包含相關的 這個剛剛所講的 都在上面 那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包含這個上面 我有把它圈起來 這個按鈕 指的是這一個 這個方法 那這個按鈕的話 是On Query 那下面這個按鈕的話 是 Setup 相關的畫面 都在這上面 OK 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也就是說 上一題的延伸 上一題主要是 取得現在的位置 那 這個是延伸題 就是除了取得 現在的經緯度之外 我們還要知道 現在的地址 其實會比較有意義 因為一般user說真的 你給他經緯度 他會覺得這是什麼東西 但是如果你給他一個地址的話 那就會比較精確 所以如果說 你要做一個什麼老人啊 小孩有沒有 那不是你取到location之後 你如果要 送一個訊息給 比如說他超過 而且他現在位置在哪裡 那你可以送一個 簡訊給 比如說那個管理者 是一個地址 他就會知道 原來那個人 他現在在哪裡 那你可以去把這些地址 也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那將來就會有一個軌跡 甚至你可以知道說 他 幾點幾分幾秒 在哪一個位置出現過 那就會是 一個 很有幫助的一個什麼 一個軌跡了 而且這一軌跡的話 大家都看得懂 OK 甚至你可以打地標啦 將來那個google map上面 你如果有個location 你可以在上面插一個旗子 插一個旗子 或者畫一個軌跡都沒問題 就跟早上那個班長 講的那個就是 有一個location的history 也可以畫一條線上去 都不會有問題的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這個sample 那早上主要讓各位了解 GPS的location 坐標 那這部分的話 其實真的還蠻方便的 你可以結合很多的 地理位置 可以做很多互動 尤其像現在社群 社群的浪潮 其實風起雲湧 如果說你要做一些行銷的話 或者做一些 一些 一些互動 其實可以結合像 Facebook的API 或者後期之秀 像那個Google Google Plus的API 我發現Google Plus 好像 它的 使用的人數好像越來越多 因為Google在 背後慢慢慢慢的 Push 你會發現它的影響力 越來越大了 而且像我的Google Plus上面 我看了一個數字 我會嚇一跳 我Google Plus的瀏覽次數 居然已經有600多萬次了 我看一下別人 奇怪別人怎麼都好像 幾萬次 幾十萬就算多了 我已經600多萬次了 這很奇妙 到底 我想說 最近會慢慢比較注重外表 又不再攻略了 哈哈 哈哈 City